最後我們要花一點時間來談一談學校 主要就是老師班級裡面 對於 gender-typed behavior 以及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因為他的性別的特性 以及他的一些跟性別有關的一些行為 到底在學校裡面到底是一個優勢 還是劣勢 請大家翻到課本的166頁 課本的166頁的下面 花了很長的篇幅 開始去談到底在學校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gender bias 是不是有性別的偏見與歧視 讓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其實是因為他的性別而受到了一些不好的經驗 你看166頁他先談的是against boys 意思就是說在學校的經驗可能對男孩是不利的 可是你翻到167頁 他的下一段告訴你說哪一些情景是對女孩子不利的 所以男孩女孩都有不利的狀況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進了中學的教室裡面 如果你是教場的同學 你進了中學的教室裡面 你可以不時的去反省一下 那有的時候我們並不一定是真的故意要去對男生比較有利或是對男生比較有害 也不是故意要去欺負女生或是對女生比較有偏好 但是就是因為在課堂上面我們的一些平常過去的習慣可能就影響到男孩與女孩的發展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條他說去遵守規範遵守一些學校的校規保持清潔保持有整齊 其實是在學校或是在很多的教室裡面老師們對學生的要求 你想想看這也是必然的嘛 我們的整齊清潔其實是讓孩子每天這麼長的時間待在學校裡面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環境 可是這些行為呢通常對女孩子來說比較簡單 那跟他的比如說他的生活習慣啊從小被訓練的生活習慣或是他 就是比較是適合女生的 而女孩子比較容易follow這些規矩 那男生就是比較不行所以他比較容易犯規 就是在平常的遵守規定以及在整齊清潔上男孩子都是比較不吃香的 然後第二點 他說大部分的老師 大部分是女生尤其是在國小階段 那到了國中可能要看科目啊等等的稍微好一點 但是他說在學校裡面做教師這個行業的 其實還是以女性居多 好那所以做教師的行業以女性居多的話 其實對於男孩子的gender identity就比較困難 因為他要就是他要認同於哪一個role model呢 當他要找尋榜樣的時候他看到的榜樣大部分都是跟他不同的性別的榜樣 所以對於男生的modeling他想要想要學習效法的對象來說 其實對男生他的選擇性是比較小的 這也是他的一個弱勢 第三點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有學習障礙 或者有過動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傾向 我想這邊我們雖然在這個課堂上沒有特別談到 可是Fragile X Fragile X syndrome 是正式存在的事實 如果你去看盛行率的話 不論是learning disability 就是學習障礙這個疾患的盛行率 或者是ADHD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就是所謂的過動或者是注意力缺失的這個疾患 他們的發病率盛行率也是男生高於女生 或者是自閉症也是男生高於女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有一個可能性就是Fragile X 意思就是說因為男生他的染色體裡面只有一個X染色體 然後另外一個是Y染色體 而Y染色體是比較短的 意思就是說很多的基因在Y染色體上面 他根本不帶在Y染色體上面 他只在X染色體上面有 所以因為女生有兩個X染色體 所以有一些疾患呢 有一些像這樣子的行為疾患 他可能是跟這個性連遺傳有關 是在性染色體裡面 而母親女生因為有兩個X 所以他不會發病 可是男生因為只有一個X 那所以就算他的這個基因是隱性 但是因為Y染色體上沒有帶另外那個基因 沒有帶一個基因 所以就是他沒有辦法整個覆蓋過去 所以就算這個媽媽把這個X染色體傳給了小男生 媽媽自己沒有病 因為他可能有一個隱性一個顯性 可是如果他的X染色體是傳給了小男孩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所謂的脆弱X 就是Fragile X Syndrome 就是這些疾病都在男孩子身上 會比較容易發作產生或是凸顯出來 那男生凸顯的這些東西 他其實在學校裡面是不利的 對於他的學習是不利的 所以男生在學校裡面呢 也有比較多這樣的情形 那會影響他的學習 那再來呢下一個 很多情況是 女生在班上比較乖 不會對課堂教學造成困擾 男生又有這些不適合學習的這些疾患 而男生呢可能他的那個比較過動 那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他比較容易造成課堂的困擾 那所以呢他也 男生也就比較常常被老師批評 被老師責罵 所以男生受的處罰比女生要多 這當然對男生是不利的 可是問題是說 其實我們換個角度 我們先來講這件事情 女生因為在班上比較乖 不會對課堂造成困擾 所以他就算有功課問題呢 也常常被老師冷處理 因為女生都不會 他不會因為他不耐煩 他就會影響班上 他仍然坐在那邊不出聲 但他其實功課上他是不懂的 所以這個造成什麼呢 造成女生真的有學習障礙的時候 他雖然不容易被男生 像男生一樣被標籤化 因為男生學習障礙 他可能就是開始亂動啊 去過動啊 什麼就是造成了困擾 而被老師標籤化 可是呢 女生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呢 卻因為他安靜的坐在旁邊 不會影響課堂 而往往較晚 才會被發現他的學習問題 所以女生也比較晚才會得到 真正的輔導或是幫助 所以男生被標籤化 被處罰是不好 可是女生因為太晚被知曉這樣的狀況 被察覺這樣他的學習問題 也是會可能會影響到他 早一點發現早期介入的一些機會 再下一點 他說啊 學校的這些school personnel 他們就是說 會比較不去看男生有academic problem 尤其是跟語言方面有關的 那跟語言跟文學有關的這些男生的問題呢 其實學校裡面的老師 或者其他人不會那麼容易發現 為什麼 因為男生的語言能力發展 就是會比女生慢一些 這是大家公認的 好 那男生功課不好 語文能力比女生差 通常都會被一般人認可 然後甚至還有人會覺得說 男生就是發展的比較慢 大機慢提 好 所以呢 男生就是學業 學業的這方面的問題呢 就是會被校方冷處理的原因 其實有個問題是說 因為他的行為問題 可能比學業問題 更給校方更大的困擾 好 所以不會去輔導男生 語言方面的障礙 對男生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回來跟你講 上次我們在談 peer relation的時候 講到rejected 被拒絕的小孩 我們說這些被拒絕的小孩 如果他攻擊性強的話 其實他未來長期來講的適應 是非常不好的 好 我們曾經講過 這是一個 就是國內 國外 在台灣 在東亞 在世界 在西方 如果小孩子被rejected 然後攻擊性強的話 他未來的發展 他未來的長期青少年到成人的適應 是非常不利的一個因素 好 但是你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幫助被拒絕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說這些高攻擊被拒絕的孩子 他通常verbal IQ 他的語言智能是比較低的 而且也是各國皆然 國際上都是發現語言智能比較低 好 所以這些語言智能比較低的孩子 如果你不早期介入的話 你想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輔導 比如說我們講過 這個 Congo Merit Strategies 我們說這個鸡尾酒式的療法 好 各種的 Coaching 或者是我們講了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其實是要男生回家去思考 他今天在學校跟同學們發生了這些 這些狀況 這些衝突 到底是哪一個步驟 到底是他的線索的 Recognition 出了問題 社會線索的 Recognition 出了問題 還是後面的 Interpretation 後面的解釋 或是他去做很多的解決方法的搜尋 或者是做 Planning 做 Evaluation 做評估 對每個方法的評估 做了有一些偏差的話 當你要去跟男孩子談這件事情的話 你都是要靠語言的 可是如果這個男孩子 你從行為問題發現他 把他標籤化 然後你卻沒有去及早處理 他的學業上面的語言智能的問題的話 那當他的語言越來越被撇在一邊 好 覺得說男孩子就是這樣 那他將來在輔導上面 能夠幫他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好 所以這也是一連串的問題 就是 Cascade 好 我們說 Cascade 像一個小瀑布一樣 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 那你去看他的行為問題 不處理他的語言問題 那造成的就是說你將來輔導 也會沒有效果 好 那對男生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好 那還有呢就是 School Personnel Tend to Stereotype Boy's Behavior 就是有的時候男孩子的行為呢 會被學校的老師或者是輔導師的 學務方面的老師認為呢 就是被刻板印象的 覺得他就是問題 那我以前我自己記得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碰過一個學長 他到四十幾歲才來念心理系 然後他也是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 那他現在在美國國家那個 那個心理衛生院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小的時候呢 就曾經被學校開除 那他說他小時候 真的是一個問題小孩 但是他被開除的原因 卻很特別 就是因為他在學校裡面 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問題 那他有一次真的被開除的那一次呢 他說卻是無心的 他說因為他那時候在練網球 所以他拿著網球拍呢 就走在那個學校的那個 hallway 學校的走廊上面 就是正在練習 正在思考著怎麼樣去揮拍 所以他就這樣揮啊揮啊揮啊 就不小心砰一下 打到了他們學校的輔導室的主任 那因為他揮拍打到了輔導室的主任 那輔導室主任就是 就是好像那個最後壓死駱駝 那個壓垮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就被開除了 可是事實上被他開除的這件事情 他完全是無心的 他真的沒有要去打那個輔導老師的意思 只是問題是說他在想的揮拍的時候不小心揮到 可是因為這個輔導室主任已經對他有一個非常壞的印象 所以就後來就把他開除了覺得他的那個冒犯師長 而且還用網球拍去打老師 就把他開除了 然後沒有問原因 那所以你可以想到這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一個男孩子 他就是平常在學校有一些行為的話 那學校的很多老師或是各式各樣的行政員員 可能就會對他有一個非常壞的印象 那每一件事都以一個壞的角度去解釋他的話 那這在這個孩子就算沒有被開除 在學校受到的各種不平等的待遇可能有多少 那不去問清楚他為什麼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對孩子就可能有很大的傷害 可能也會讓他覺得這個世界對他是不公平的 是對他是有歧視的 對他是有偏見的 那可能就更加深了他在這個社會團體裡面的起義與偏差 然後與疏離 那這是非常的其實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看女孩子 那against girls 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 那他說在一個很平常的教室裡呢 因為女孩子她比較服從 她比較不會去做很多引發注意力的事情 然後女孩子比較願意躲在後面呢 去慢慢等待機會跟老師講話 所以呢老師時常花比較多的時間 雖然可能是去責罵男生 可是問題是說他也在責罵男生的同時呢 會讓女孩子一方面用observational learning 看到了就是說我就是要乖乖的在旁邊 她的那個乖乖的順從的那個reinforcement呢 可能會讓她的assertiveness 她的自主性反而消失了 就是她不會為自己爭取權益 她看著老師跟男孩子的互動之後 她反而越來越覺得 我應該乖乖的站在旁邊等待機會 那她不會站出來去直接在教室 或是在任何的團體裡面去爭取自己的地位 與權益 好 那她說第二點呢 非常殘酷的事實是 在每一個教室裡面呢 大部分的教室裡面老師都花更多的時間 去看著男生去跟男生互動 好 那就是把女生子晾在旁邊 讓他們自己去玩自己去學習等等 特別說 每個老師其實並不一定是故意 去偏好男生的 可是問題是說 大部分的研究都告訴我們 你如果真的去課堂裡面去記錄 一個男女合班的教室裡面 你會發現說很多時候 老師花在男生身上的時間 會比花在女生身上的時間要多 然後就變得說 就是好像老師花在男生比較多的時間 是一個正常的狀態一樣 然後老師給男生更多的指導 老師給男生更多的幫助 然後老師甚至也會願意 花更多的時間去問男孩子問題 然後當男孩子無法回答或是回答錯誤的時候 老師給更多的機會讓男孩子可以調整他的問題 然後去幫男孩子解決問題 好 那這是老師就花更多的時間去 不但是解決他的行為問題 也變得是解決他的認知問題 或是課堂上的一些疑問 好 那男孩子的確在課堂上 在我小跟國中 男孩子的確是平均來講 他所得到的分數是比女生要低的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我想這不只是在教室裡面所造成的 而是整個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就是說雖然男孩子得的分數比較低 可是當你去問男孩子說 你將來能夠做什麼 然後你將來念大學 你能不能念研究所 你能不能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好奇怪 男生就是比較樂觀 然後男生就是覺得說他將來的成就 他對他自己將來的成就的預期 尤其到了中學比女生要高 而且還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是在小學階段 到了小學五六年級以後 你去問小學五六年級的女生與男生 功課好的跟功課壞的 過去的研究發現說 你對你未來的期待 你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在小學裡面功課好的女生 他對未來的期待反而比較低 那功課爛的女生反而期待比較高 好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在講到 那個achieve motivation的時候 曾經談到 就是在學校裡面老師給男生跟女生的 feedback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我們分成intellectual non-intellectual 跟conduct三個部分 然後發現說男生得到的比較是conduct 跟non-intellectual的回饋 女生得到的比較是intellectual的回饋 因為她平常的行為 她的品性 她的操心 她遵守秩序 然後她整期清潔都達到了 所以常常被老師批判的時候 都是因為功課的關係 那你就想想看那些功課好的女生 是不是老師給她的 更是跟功課有關的 偶爾考不好的一些小小的回饋 而這些偶爾考不好的小小的回饋 會不會比較被女生歸因為說 我都已經努力了 我都尊重老師的指示了 居然我還是做不好 那顯然是我的能力有問題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讓過去的確有研究發現 女生 而且還是功課好的女生 她對自己未來 未來人生的期待 反而比較低 這可能就是一些教室的互動 一些教室的氛圍 造成這些女孩子這樣的想法 而且我們過去在講 自尊那一章的時候 在講self-concept 在講self-esteem的時候 給大家看了一個課本上的圖 那個圖也告訴大家就是說 越是到了國中以後 我們會發現男生的自尊 就是比女生高 也可能是跟她整個的社會化的過程 以及在學校裡面 所經歷的一些課堂經驗 讓這個女孩子到了國中以後 她的自尊就是比男生低 然後一直要維持到很老 才有一個翻轉 所以這些是很好玩的 在學校裡面 against girls 的一些研究結果 當然現在就會有人來問了 說那是不是其實在一個課堂裡面 我們根本不應該讓男生女生 同時存在一個課堂裡 是不是應該分男生班女生班 男校女校 對女孩子的成就的發展是比較好的 這個聲音在不只在台灣 現在還有很多男校女校 其實在國外也一直有這樣的聲音 至少在美國 現在就還是有很多學校是保持男生 保持女生的學校 甚至還有一些大學 一個非常有名的美國的大學 Wesley 女子學院 比如說美國以前的前總統 Clinton 的太太 Hillary Clinton 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讀的是一個女生的大學 就是Wesley University Wesley College 其實是叫Wesley College 其實也有很多美國的名人 是那一間學校畢業的 那他們過去的一些自己的描述 也覺得在一個女生的大學裡面 是有一些好處的 因為他可以自由的發揮 然後沒有一些男生的干擾的話 女生是可以得到完整的發揮的 那所以過去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也許女生比較適合念 單一就是Single Sex的學校 可是男生可能是比較適合念 Make Sex的學校 男生好像跟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反而更能夠發揮自己的潛力 那他在課堂裡面 也受到比較多的重視 可是這樣子的研究 其實並沒有一個定論 其實是並沒有定論的 但是的確是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單一性別的學校 是有它的好處 或是單一性別的課堂 是有它的好處 那我們可能如果說 大家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看當時的文化背景 社會背景 以及特定的孩子的特性 可以來決定這件事情 好 以上就是我們要特別講 Gender Development 這一章的時候要談的一些內容 觀看 蓬勳定 以上 我們要特別講